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嗎? 中華民國副總統賴清德在7月4號 也就是美國國慶日這一天 在《華爾街日報》寫了篇投書文章 裡頭闡述了他要保衛台海和平的計劃 裡頭提出了台海和平的四大支柱 包括強化國防嚇阻能力、鞏固經濟安全發展 強制民主夥伴關係、維持兩岸現狀 兩個星期之後 7月8號 中共駐美國大使館也投書《華爾街日報》 抓著賴清德的論點來展開反擊 聲稱賴清德的主張是賣台 當然 中共的論點非常可笑 台灣的主權是在中華民國的全體人民手上 不是在你中共的手上 簡單說 台灣又不是中共的 而且賴清德強調的是維持台海和平現狀 不讀也不誤 那他要把台灣賣給誰呢? 那些整天幫中共統戰台灣 分化台灣的政客與媒體恐怕才是真正的賣台 不過 誰在賣台倒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了 我們想讓大家看見的是 中共對於台灣始終有著非常強烈的執著與佔有欲 甚至是一種病態的單戀狂 台灣並不愛中國共產黨 但是共產黨卻始終對台灣窮追不捨 天天用語言暴力來攻擊台灣 還揚言要動用武力來毒打台灣、霸展台灣 這些特點完全符合所謂的恐怖情人的特質 好 重點來了 那為什麼中共對台灣有這麼重度病態的迷戀呢? 那中共為什麼處心積慮地想要霸佔台灣、奪取台灣呢? 是因為台灣的小熊維尼在特價嗎? 其實在我看來 中共這麼朝思暮想地想奪取台灣 背後不僅僅是因為統一祖國或名垂親史這麼簡單 背後還牽扯了一套中共稱霸世界的路線圖 而台灣正是這套路線圖的第一步 也是最關鍵的那一步 字幕提供